时代在变,科技在进步 交通的发达,让很多人都想出国 可以成长智慧,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位在中南半岛上的越南 最近这几年经济快速成长 整个国家正在全面性的进步 不过也造成贫富差距扩大 很多越南人就会选择到台湾或者是日本发展 希望能够脱贫致富 所以越南最近增加很多学校跟训练中心 专门招募学生或者是一般民众 跨海前往日本、台湾 目前越南乡下的月薪大概五到六千块 八千到一万已经不错了 可是只要能够到台湾或者是日本 收入一下子就会增加好几倍 我们在培训越南的劳动输出到台湾度做 希望工人去那边有工作稳定 赚到钱回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希望工人去那边好好表现 跟老板相处好 最近有很多越南的民众在出国之后 发生合法入境、非法工作的事件 深人光就说,在前往国外工作以前 就必须学习、尊重当地法律、认真上课 学习语文跟专业上的技能 才能增加海外就业的优势 目前他们公司一年就培训将近一千多名员工 前往海外从事工业生产、营造建筑、看护、服务业跟农牧业 而且还要全力帮助他们处理生活跟经济上的问题 去台湾的话可以随到台湾的文化 然后到越南就是留那个想法改善 工作就赚钱回去改善生活 很多人都留在台湾到12年 越南的语文跟职业训练中心 除了有各种课程之外 也会安排很多课外打工机会跟聚会活动 让大家轻松快乐的交流 未来不管是前往日本或者是台湾 都能够健康的求学 顺利赚钱 留下珍贵美好的回忆 快乐出门 平安回到家 记者陈文旭 杨大雄 越南报道 Oooh energet 无论 的 感谢观看